加州曾經經歷致命的地震、山火等自然災害 近年來更是憑凡面臨風暴的威脅 市民已提前做好防災準備 然而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最新調查顯示 百分之58的加州居民沒有準備緊急避難包 百分之69的市民沒有任何災難緊急計劃 加州消防基金會與加州緊急服務辦公室旗下的 Listos California計劃合作開啟一項為期一年的防災意識活動 根據活動提示 市民可以從簡單幾個步驟開始做好防災準備 首先 民眾應密切關注紅旗警告 該警告表示當地的火災危險加劇 市民可以在《Weather.gov》上查看所在地區是否發佈了紅旗警告 是收到撤離警告 紅旗警告或者看到所在地區有山火焰霧後 市民應盡早撤離 無需等待撤離令 此外 民眾應該規劃好在5分鐘內撤離的計劃 包括在地圖上標出撤離路線 安排好其他住宿方案 準備好緊急避難包等 緊急避難包內應該備有 鋁水壺 應急收音機 應急口哨 手機以及充電器和備用電池 個人衛生用品等物品 另外 養寵家庭還應該制定針對寵物、服務犬和生畜的應急計劃 民眾如想了解更多防災準備資訊 可前往加州消防紀錄會的網站 FirefightersOnYourSide.org 該網站會提供多種預言的消防安全信息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